负面评价击不倒 面对这种你不知道 是谁的一个人的一个评论 我是真的不在乎 高分评价又为何 我给自己打个60分吧 给他打140分 张萌的互动时刻就在新推荐 大家好 我是张萌 推新剧 建立作 新推荐 现在起航 央视剧精彩 轻松全掌握 马上关注CCTV新推荐 官方微博 微信 到了最后的互动时间 你来问 我来答 网友考拉奔奔 剧中三个男人 江宾 孙大卫 前途 谁更符合生活中 你对伴侣的要求 那肯定是前途啦 比较幽默 然后在我不开心的时候 可以来开导我 自己又非常坚持自己的梦想 对父母也很孝顺 我觉得他真的是三好男人 五好男人吧 应该是 跟我在一起十多年 省吃俭用 什么福都没想过 可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 他能跟着我这么久 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他无比坚信 我对他的爱 网友冷夜雨 平时私下打扮那么丑 不是说要做一个自己的服装品牌吗 有在筹备吗 有一直在自己做设计 但是我发现很多事情 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 是要有一个很专业的团队 来帮助到你的 大概什么时候 会让大家看到这个品牌呢 半年内吧 网友纯白天空 面对网络上一些对你不好的评价 是怎么调节心态 充满能量的呢 很多键盘想你给他一个键盘 他就能还你整个世界 就什么都可以去写 那面对这种 你不知道是谁的一个人的一个评论 不是特别容易会影响到自己 反倒是就是真正喜欢我的人 跟我说什么话 可能会比较扎心或者是比较暖心 因为你在乎 面对不在乎的人 我是真的不在乎 网友第九次开心 这两年开始转幕后做制片人 您觉得做制片人和做演员有什么区别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你的心思 有没有那么多 就是你又要演戏 然后又要顾忌很多 大到整个盘子怎么满 然后小到一场戏 要用一辆什么车 都要去清理行为 第一次正式地往幕后走一走 也还是有合伙人 帮我去做很多事情 然后去教我 过程中有没有觉得自己学到了很多 肯定学到了很多 懂电影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去筹备 该怎么去控制预算等等吧 这是要求的东西太多了 真的不是说制片人三个字 是那么容易做这个角色的 网友红色珊瑚海 饰演了这么多不同的人物 未来特别想挑战的角色是什么呢 一直很想演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人物 或者是比如说身体有缺陷 或者是心里有缺陷的人 很想挑战这种感受的 用两个词形容一下你眼中的李光杰 形男幽默 对自己在这部片子中的表现打多少分 80分吧 因为还有进步的空间 给自己演唱的片尾曲打多少分 给李光杰的演唱打多少分 我给自己打个60分吧 给他打140分 我那40分给他 他唱得很好呀 什么时候能够出新专辑呢 新专辑已经录制完毕了 然后就看什么时候发行 最想和哪一位歌手合作 我挺喜欢林俊杰的 我也喜欢周杰伦 不开心的时候 都是怎么宣泄情绪的 我情绪来得快去的也快 基本不需要宣泄 十分钟就过去了 推荐几个河南好吃的小吃吧 菜面啊 胡辣汤啊 凉粉啊 都很好吃 微博网友就想叫仙人长说 盟主 我好想看刘思洋 好想看小千 好想看燕彩珠 好想看雨柔 好想看亮亮 期待百变的你 生活中的你 也要幸福启航哦 谢谢这个小仙人长 其实我也很想看 然后就跟我一起 共同期待吧 也祝你幸福启航 互动时间 马上结束 央视好剧 幸福启航 还请您和我一起 继续追剧 我是张萌 新推荐 期待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